我們今天要介紹的就是 廣州沙面西式建築特色 我們跨過通往沙面的拱橋 就像是跨過兩個世界一樣 沙面在161年鴉片戰爭後 輪為英法的租價 而當時沙面建築費近32萬美元 全由清政府賠款支出 沙面島上大約有150棟 充滿歐洲風格的建築物 有歌德式古典主義 新古典主義巴洛克式 卷囊式等 這座基督教堂是新古典 式建築 許毛房西方古典 復興手法 一般以粗大石材 設建底層基礎 而它是有圓窗 而門外還有玫瑰花窗 上面印有聖經的內容 這座是位於沙面大街54號 沿匯豐銀行 它都是屬於新古典主義建築特色 而在匯豐銀行旁邊 就是廣州最美的星巴克 你猜一下它屬於什麼建築風格 它屬於巴洛克式建築 它屬於巴洛克式建築 還有袁英國阿世亞石油公司 和元曼国普通银行都是巴洛克式建筑 这座是前苏联领事馆 是卷囊式建筑 但它是用了中国的红砖建成 三面卷囊式建筑是长廊的设计 由东南亚骑流演变而来 用骑流来解决满热的天气 让人可以舒服的在骑流下盛量 最大的特征是全部都带有 阔大的内长浪阳台 这座老德天主教圣母堂 大家估下是属于什么建筑风格 它是歌德式建筑 歌德式教堂 内的装饰和雕塑呈现高直尖的原则 我建筑本身迎风格统一 幽美和谐 这座原是海关 阳园俱乐部 高三层红砖砌组 南面和北面 建有尖顶角 角楼 绑十九世纪英国 浪漫主义建筑风格 浪漫主义建筑风格